HELLO 你好,我是萊斯 今天這篇公主連結是比較新手向的影片 就是一些新手比較會問的問題和小技巧 老手可能比較不適用 當然可能也會有你不知道的東西 你就當作被騙看一下 首先講每日任務 這個是我建議每天都賺滿 就是全部的任務都要解掉 就算是要花10鑽石買mana也買 10鑽石換20.1XP很划算 還有mana可以拿 要注意mana還有送掃蕩券 還有20%機會拿密使 只花10鑽買真的很划算 每天都買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要不要再另外花180買9組就見仁見智 我自己是不會買 然後有個比較賤的東西是活動任務 活動也有每日任務 一個是冒險通關10次 另外一個是挑戰席資一次 困難普通皆可 這邊很奇妙喔 他是說挑戰一次 不是說挑戰成功一次 而像我就是卡在 我現在困難模式沒有辦法一次打贏 要打贏他要花很多頭目券 我不想浪費 要打普通席資啊 我也不想打 也覺得是浪費券 我想等到活動快結束 我等級上去直接一次幹尾王 可是我又想要拿到每日送的討伐證 這怎麼辦 這有點作弊啊 就你點進去打王 然後強制關閉遊戲 你再進去之後 會發現你的頭目券不會少 然後因為你有進去過了 所以每日也解掉了 可是這東西很奇妙喔 我9月1號的時候測試普通還可以用 9月2號測試兩次失敗了 活動的任務都沒跳結掉 但是後來去HARD測試一次 又成功了 也沒有扣頭目券 操作感覺都一樣 就普通的退關卡技巧 我不知道殺在哪 就提供一下給你們知道 然後同樣的退關卡技巧 也可以用在過圖 如果達到一半覺得這場會輸掉 就直接退關卡 在普通模式只會扣1點體力 困難只會扣2點體力 然後地下層在掃接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初期角色不夠強 打起來比較勉強的時候 可以用這一招 有時候運氣好沒有死人就過了 推圖要不要硬拿三星 我個人是覺得不用管他 你可能會想說沒有三星之後 還要回來打三星會浪費體力 其實不會 這遊戲有很多體力是在刷裝備 你先把圖往後推 等級拉起來再回去打會變得很簡單 後期在Rank6的時候 要刷金裝上Rank7 同一張圖會刷個2、30次以上 關於沒有三星是浪費體力 然後一直退關卡重打是不需要的 然後卡圖怎麼辦 角色等級記得跟上帳號等級 不要怕浪費EXP藥水 藥水該省點花沒錯 但是不要省到卡圖 這樣就本末倒置 真正不夠用的是 之後要養15隻的時候才會不夠用 初期只有5隻再衝 這個EXP不會少 如果還是卡圖 你打圖就是先拿裝備 裝備真心重要 如果裝備材料缺在前面 你還是要先打後打意思一樣 Rank能上就上 Rank2、4、7都會拿技能 強度有差 尤其上了Rank7之後就是另外一片天 這邊順便講一下活動相關 我看了一下活動內所有關卡掉落的隨機裝備 應該是看你進場當下的等級 例如我是40級進場 所以我關卡掉落的裝備就沒有金裝 我是來不及啦 聽說要50以上才會有金裝 所以我的戰術是 現在活動的關卡把所有隨機裝備都先拿到 最後就只吹金裝 才去普通關卡刷金裝來升級 活動應該是盡量把體力花在活動打門票上 我這個是沒有辦法 R7不上也不行 只好硬著頭皮上 只回普通關打金裝碎片 也是一種補救措施 然後又不會措施太多打票的機會 順便提一下裝備的新等 增加新等是會提高能力沒錯 但是普遍前輩都是推薦等到R7再升級 前面裝備過度太快 可以減少mana的消耗量 可是如果你沒有R7的裝備 建議每天還是可以升一劍解每日 反正升rank之後會推一些經驗石給你 拿個經驗石跟25經驗石也是很不錯的 等於是拿mana去換25點經驗 很划算 然後前面有看到打怪的時候 有兩隻開場就死掉了 這算是我想要省一點經驗藥水跟甜點的方法 目前活動是推薦在1-5打頭目卷 可是1-5很簡單 不需要用到全益軍去打 然後我自己又還沒有二軍角色 於是就帶3隻R7阻力下去打 另外2隻可以拉等級跟技半 技半這樣升上去可以看劇情鑽石 同時又可以拉一點經驗石上去 我算了一下省的不算少 我目前1天2級240 我這幾天是吞15管 這樣就有1800 6分鐘回一次體力 1天有240體 加上工會小屋給的體力 差不多1天有2500左右 我一次練兩個角色的技半 這樣就真的省很多了 不過這是在全手動的狀態下 不考慮掃蕩卷 提到工會小屋 我玩到前幾天才知道 小屋內的設施可以升級 回體力的點心桌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優先升 經驗值藥水 掃蕩卷和mana也都很重要 能升滿最好 這邊要注意是 如果用掃蕩卷 戰鬥結果會有額外獎勵 會額外送你經驗值藥水和甜點 甜點就是拿來送妹子和技半的 角色急著用啊 就拿甜點塞他嘴就好了 中後期看完角色劇情 能力也會變強一點 你會拿到多少甜點跟經驗值 這跟你的體力有關 他有一個公式在 這邊就不討論公式 直接講結論 有一個神人有歸納出來 讓我們感謝他 花6點體力一次1張 8點16點體力的一次2張 9體力的一次5張 10體力我看人家說是隨便按沒有差 但是我自己實際測試 10體力按1張是60經驗值3冠 就180 如果是10體力按2張是420經驗值 按3張是600經驗 所以CP值最高是10體力按2張會比較好 提一下困難模式 困難模式就是打碎片用的 這很多遊戲都有類似的設定 但是要全打嗎? 這也是見仁見智啊 你想要收集全妹子全祭拜 那就全刷 如果是功能派的 我就是找幾個比較好用的刷 這我前一部影片有提到 像是1-1 4-1的可可爐 2-2的優衣 2-3的咲戀 3-3的美美 還有5-3的坑 都不錯 8或是網路上都有角色評比和解釋 我會建議看一下 搭配一下你的卡池狀況 也搭配一下你吃體力的狀況 來決定體力分配 如果你是一天25管都下去 其實什麼都沒差 因為一天能吞25管的人 大概也早就500抽下去 然後每天早上100抽當占譜 你也沒有什麼蹲越低跳越高啊 或是什麼挖礦理論 你就是屬於包牌理論的那種人 我是窮小孩啊 只能免費道具10抽占譜 接著講冒險的部分 每天要打的就那些 不算體力都算次數的活動 像是戰隊競賽 探索 共鬥 經濟場 地下城之類的 探索是拿經驗值 藥水跟MANA 如果你是新手 這一個我建議可以最後晚上要睡前打 因為睡前你的體力消耗最多 等級較高 裝備也相對完整 這個時候你可以打到比較後面的關卡 也比較穩 能打到後面就別打前面 地下城也是盡量往後面打 地層必差很多 地層打到第三階 斷牙遺跡會卡尾王 尾王80級是一定會卡 可是沒有打死沒關係 前面的那些寶箱啊 也是比上一階層的好 當然前提是 你真的能掃完前面12個寶箱 如果還不行 就先別打活動敗票 先把角色升上R7再說 共鬥的部分是真實的和別人連線 他的那三關啊 洞穴、拳洞和冰穴難度是差不多 但是他會提供的裝備不太一樣 上面都有寫 就是前中後衛的隨機裝備 你每天可以挑戰20次 你要有共鬥券才能開房間 不然就只能加人家的打 可是加人家的打 也可以開共鬥券來提高獎品 有沒有提高這個差很多 有開的話MANA是5萬 盧幣是500 每開的話MANA是1000 盧幣是50 就跟一般戰鬥差不多 我自己是在電腦前面的時間很長 每天24我是通通打滿 共鬥券每天會拿2張 最高12張 所以稅前的話要讓他低於10張 你要多花也可以 反正不要滿就好了 往上面的難度打獎勵會更多 能往上打就往上打 戰鬥競技場就是一般PVP 這個初期的對手都是電腦 而且會配差不多等級的給你 要記得每天去打 打贏、打輸都有獎勵 時間獎勵也記得理 而且RANK越上去會拿到不少寶石 初期會很好爬 在早期這也是一個快速拿鑽石的手段 不過要注意 如果你的RANK往下掉了 再往上爬並不會拿到第二次獎勵 就一次性的 所以要不要吃鑽石恢復次數 來快速拿鑽 這個也看個人 這個可以早點去打沒關係 不要怕輸 不用特地一定要把什麼卡鍊到什麼程度才去打 沒打就等於沒有 但是公主競技場就不一樣 他是主線推到8-15進場 可是他有人數分區 前一區人數滿了就會開下一區 早期進場的話前面都是牛鬼蛇神 這個人家是推薦我等到開了新的分區再去會比較好 不過反向思考一下 會這樣等的人也很多 進去領個便當也沒什麼不好 反正新分區也還沒有開 看開的時間點再看看狀況 如果你有加入戰隊 戰隊競賽期間是不能退出的 那有機會也是就去打 就算你只打了一點點傷害 甚至你打沒幾下就被王秒殺 也沒關係總是貢獻一點 有出力總比沒有出力好 反正也不消耗體力 戰隊狀況允許的話 盡量挑排名前面的加入 他結算獎勵算蠻優渥的 有的會要求加入的條件 這是自己斟酌 接著來講角色技能和站位 新手可能不知道 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站位 站位是固定的 例如禁流雖然是前排 但他就是所有前排裡面 站最後面的 草尼瑪就是站最前面 接下來是布丁也就是公子 這些是無法改變的 網路上有神人做了一張圖 這個我沒有辦法放上來 別人的圖 他有所有人的站位位置圖 但是對新手來說 上面更重要的是角色暱稱 我知道新手剛玩 聽人家講什麼黑棋、布丁、月月、爆弓 會很痛苦 因為這些暱稱遊戲裡面對不上名字 你根本不知道人家在講誰 這張圖上面有 我會把巴哈連結放在資訊欄位上 那有的人會聽不懂 什麼是UB啊 TP是什麼意思 一個角色有四個技能 一開始你能手動放的那一個 叫做UB 第二個第三個技能 是電腦自己施展 你不能控制 最後EX技能 就是直接加攻擊力、防禦力之類的 TP就是在講你能放技能 就是UB的能量條 好啦 這次新手相的教學就到這一邊 我也玩不久 如果內容有錯的 或是想要補充的 還請麻煩幫我留言在下面 我會按個愛心 讓他比較容易出現在最前面 有想要問問題的 可以試試看在這邊直接問 說不定有好心的大神會幫忙解答 另外 我的朋友小蘭 就暗影師章啊 哇 出國比賽拿冠軍回來的那一個 齁 很秋 真心秋 他最近也有在經營YouTube頻道 然後 也有在做公主連結的相關影片 如果你有興趣 我覺得可以看一下 去訂閱一下他的頻道 好啦 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like 想要看到更多的遊戲攻略 評論介紹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接收通知 有機會可以來Twitch實況啊 找我聊天 我是萊斯 160抽丟臭水溝的那個萊斯 好啦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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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